为你提供实用百科知识 小尝识 小智慧 小竅门 生活小百科 陪着你 一起为生活增值 大家好 我是刘美娟 今天生活小百科 就想和大家讲一下 鱼骨咽喉 正确的处理方法 相信很多人都试过 吃鱼的时候 有些鱼骨卡在喉咙里 不少人就会第一时间 吞白饭 或者白面包 以为可以将鱼骨一起吞到肚子 但医生说 如果有鱼骨 扯住在食道 或者刺入食道的肌肉的时候 你继续进食的话 不但没有帮助 反而还会刺激食道的鱼动 引起它肿胀 甚至剧烈的呕吐 最严重的 还可以增加出血的机会 医生的建议是怎样呢 他说当你吃鱼 或者带有小片骨鸡肉的时候 千万不要混合饭一起吃 还有就不要惯着聊天 如果不是的话 就很容易吞进骨 如果真的不幸 被鱼骨吞到 第一时间就不要再吃饭了 反而喝多几口水 不要用其他东西做代替品 例如汤或者饭 如果喝了水仍然有痛楚的话 记得最重要立刻就去找医生 生活小八博 陪着你一起为生活增值